嗨,我是勇为 这一期要和大家分享关于入宅仪式的传统知识 希望可以帮助想要搬新家的朋友 更有信心迎接新的开始 入宅仪式虽然和风水关系不大 但在华人文化中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视频中,我会详细的解释 入宅仪式所需要的必须物品和步骤 帮助你在入宅时刻能够顺利 平安的迎接新的生活 第一次来的朋友 这里是分享关于风水以及玄学知识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要订阅、点赞以及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更多的影片了 传统的入宅仪式是一个神圣和古老的仪式 古人认为,这个仪式可以带来好运和保护家人 除此之外,这些仪式也可以帮你清除房子里不好的气息 增加财运、团结家庭以及祈求健康和平安 但前提是要先让专专业的风水师傅看看房子 进行风水的调整和布局 而且入宅的日子也必须根据家里人的八字 选个即日和即时 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每当人搬进新房子的时候 就会引动了天、地、人 也就是说 家里的风水能量也随之被引动 入宅的定义就是 人必须要在新房子里住一个晚上 烹饪食物 如果有寝生的话 还要把神安上神台 以下是入宅仪式必须要准备的物品 第一 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米、油、盐、酱、醋、茶 是入宅仪式中的五味神物 代表生活的各个方面 柴米油象征着家庭的温暖 让人感到幸福满足 盐、酱、醋 则代表着生活的味道和多彩 而茶则是家庭和谐、宁静的象征 第二 米桶 米桶是用来放米的容器 也是入宅仪式中必须的物品 也代表着生活充实和丰富 第三 涂丁 涂丁代表着天丁 希望可以子孙满堂 第四 前蓝 前蓝是用来装放进入新房的第一笔财富 在入宅仪式中 第一笔财富是表示着房子的富贵和兴旺 也希望新的旅客 也希望新居主人在新的环境中能够旺旺发财 第五 新的扫把 新的扫把代表着新的开始和新的生活 在入宅仪式中 在入宅仪式中 新的扫把用来扫除新房子的晦气和旧事 也代表新居主人会抛弃旧的不良习惯 开始新的生活 接下来 我为大家整合了入宅必须要做的十个简单步骤 第一步骤 入宅的前一天 在入宅的前一天 要将一些白米、粗盐和茶叶混合在一起 然后把这些材料 洒在饭厅、客厅、房间、厨房和厕所的四个角落上 要往上洒 同时也要把所有的窗门打开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一切不洁之气以及汇气赶出房子外 第二步骤 开启电器 在入宅的前一天 也必须将所有的电器开启 包括冷气、风扇和灯 这是为了让家中充满生机和活力 同时也可以为家里的电器做最后的检查 也有助于避免入宅当天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步骤 挂红布 在你装修完毕后 就要把红布挂在门口 这个习俗代表着旧运气、新运来 同时也祈求新居平安、顺利 要注意的是 你必须要使用新的红布 不能使用旧的红布 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吉祥之意 第四步骤 请神入宅 请神入宅是入宅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他直接关系到神和祖先是否能够进入新家 并保佑家庭的平安与幸福 在入宅吉祥的当天 将神和祖先先带到房子外面 摆放在红布的桌子上 并等待吉时 吉时是根据主人的八字和居家的风水来确定 当吉时一到 一家之主要将神抱过火炉 刮过火炉的时候 必须要左脚先过 然后安放神在神台上 这一步骤非常关键 需要确保神的位置准确无物 必须要向神祈祷 拿到圣杯之后 这个步骤才算完成 第五步骤 让祖先进入 在安排好神之后 祖先就可以进入家中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祖先是不可以经过火炉的 为此 要在门的左右两侧 放置檀香粉 然后 才能将祖先带入家中 以神一样 安放祖先时 也需要确保位置准确 同时 也需要拿到圣杯之后 这个步骤才算完成 第六步骤 上香拜神和祖先 在安置好神和祖先之后 要上香 首先是拜神 然后再拜祖先 这是为了表达对神和祖先的敬意 和感激之情 同时也是为了祈求家庭的平安和吉祥 在整个拜神拜祖先的过程中 保持内心平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心浮气躁 以免影响仪式的效果 拜神拜祖先是一种信仰的表达 应该认真对待 并尊重 第七步骤 家庭成员 带上必须品 跨过火炉 进入房子 在完成上香拜神的仪式后 家庭成员 需要带上以下必须品 进入房子 柴米油盐 酱醋茶 米桶 图丁 前蓝和新的扫把 请记住 在进入房屋时 左脚必须要先跨过火炉 前蓝中的钱越多越好 价值越高越好 这样 便可以为家庭带来富足 好运 子孙满堂 第八步骤 邀请亲朋器友进来 接下来 邀请亲朋器友一起进入家中 庆祝这个特殊时刻 邀请亲朋器友一起参加 入宅仪式 是为了分享喜悦和幸福 并且象征着团圆和共同祝福 特别是邀请十二生肖的人 一起进入家中 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兆头 因为这代表着来自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和不同性格的人们 记在一起 为家庭带来好运和吉祥之气 第九步骤 在家中心引动太极 在家中心引动太极 是入宅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就是说 把火炉放在家的中心点煮水 这样就可以引动宇宙能量进入家中 把好的能量引动起来 第十步骤 在完成入宅仪式后 需要在家里烹饪食物 如煮汤圆 以祈求家庭团圆和谐相处 煮汤圆的圆形象征着 家庭的团圆和完整 而其发音也以团圆相近 代表着美好的住院和愿望 然而 入宅仪式只是一种传统的仪式 它可以让我们心怀好意地 开始新生活 同时也能清除家中的不好气息 为我们接下来的生活 天真信心 但是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不区区只是靠入宅仪式来决定的 周围的环境 房屋的朝向和布局 神台的位置 以及家具的摆放等 都会对居住环境的风水产生影响 因此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 采取有效的措施 来改善居住环境的风水 你可以到我其他的影片 自己学习有关风水布局的知识 或者向专业的风水师傅 寻求建议 如果你需要我帮你看风水的话 欢迎来到我的面子书联系我们 同时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订阅 点赞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ISE writes 搬